财政部在相隔23年后 证所税要再度开征了 相隔这么久 课税的标准又复杂 怕民众实在会捕萨萨 北区国税局的人员 也敢在12月底前 和民众来分享报税对象和方法 让纳税人能够顺利的来报税 102年到103年 证券交易所得必须要课税 那这个部分课税的交易的 那个课征范围 大概有分为四大项 证所税再度开征 除了科税的对象有所改变 另外的方式是采取分开计税 合并报交15%的单一税率 若是持股一年以上 或是IPO股票上市贵以后 持续持有三年以上者 就能够享有四分之一科税 长期持有优惠 要来提醒所有的持有人 在今年12月底以前 向证券经纪商来查明相关资料 或是准备证明买卖的价格文件 以便明年顺利来报税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